交通运输部消息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的工作 目前已经从联网收费系统转换磨合 逐步转入常态化运行的新阶段 根据统计从5月6日高速公路恢复收费到11月25日 全国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同比增长了7.64% 日均拥堵换星5M以上的收费站数量同比下降了65% ETC使用率由61.47%提高到65.93%